要选谁 他也不想说依照政党倾向来选 他还是希望选一个 对宪政比较有帮助的 究竟是看他的执行力 还是看他的人格品德 买黑色买贪污 那种人到底要怎么看 我觉得也是两个都要看 那我觉得就说 就像你讲的 其实这支票 很多开出来都是空头支票 因为你还是要受限于 整个县市的一个财政 那尤其是这一次的 我觉得像刚才提到 那个苏花糕的问题 我觉得我反对 就是你地方上 你作为有地方建设OK 你可以提一堆什么 但是我反对中央去背书 这种议题 议题性是全国性的问题 因为苏花糕概不概 绝对不是只有花莲的市企 它有很多更高层次的考虑 那中科市企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场选举里头 如果你是作为 这个17个县市里头的县民 你可以依照他们 开出来多少支票去投票 但是很多人在这场选举里头 是看到更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刚才李老师讲的 这个所谓都会市 都会区的一个选民 甚至于2012年的一个选举 当然是看你这个政党 在这场选举里头的表现是怎样 说实在17个县市 加起来台湾人口可能不到一半 你说重要也重要 说不重要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可是在这个选举里头 我们看到行政资源 是不是有没有被浪费 然后你是不是到了选举里头 把这种苏花糕这种疫情 拿来当地方选举的一种玩具 然后就随便开口就搭运了 或是说你整个不把这个 就是随便开支票 开空头这样根本不会兑现 我们在看的就是说 你未来面对这些重大议题 你是不是国民党跟过去一样 都把它拿来当成一个 骗票的一个工具而已 那你是怎么样去处理 这些重大议题 在这些过程里头 你随便两三句话就把它卖掉了 那我们未来就是说 怎么去质疑 怎么去质疑你这些 什么在大选里头 又开了一堆环保的 有的没有的 什么这些支票都变得很空头 根本很不具有实际性 所以我觉得这也许 不是在版图的胜负 在未来所谓的一个 更大的选举区 或是总统大选里头 我们就看你政党 是怎么样的表现 你是不是真的说到做到 这些环保重大议题 你是不是拿来当开玩笑 这样的处理 我们会检验你的做法 这样才是我们应该要关心的问题 没错 除了书花糕之外 在彰化跟云林 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中科世纪 以及国光石化 我们来看一看 在上次总统大选 跟县市长选举 彰化线的部分 当然还是蓝大于绿 总统选举的部分 马英九总统拿到了50% 将近58的选票 民进党只拿到42% 然后在上一届的县长选举 国民党拿了55%的选票 民进党只拿了27万多 也就是40%的选票 云林同样的是在 国民党的部分 总统选举是拿了48% 这个总统选举是输给民进党 民进党拿了51% 19万多的选票 可是在云林的县长的部分 国民党一样是输给民进党 也就是说国民党拿了16万多的选票 只拿了44% 民进党拿了53%的选票 20多万的选票 可是在彰化跟云林 同样面对包括中科市集 国光石化这些重大地方建设 以及环境的环保冲突的议题 不管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似乎还是选择了建设 大国于环保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环保议题 在这一次的一个消失的情形 在云林浊水溪的水 到底要赢给六清使用 还是农民灌溉 在彰化中科四期的污水排出来 会不会造成磕田和农田的污染 这些都是影响在地 民众生存的重大环保议题 不过环保团体认为 目前县市长的证件里面 看不出对最弱势的农民 有什么保障 你要把永续真的做好 其实最基层就是农与木 要把环境顾好 可是我们选择是要让它 直接让它破坏掉 这是我们非常压抑的 环保联盟对这次县市长选举 等级候选人 共54人发函 请他们提供环保证件 其中有30亿人回复 尽管不少候选人 提出相关的环保证件 但环保联盟认为 整体来看 大部分还只停留在 环境美化和清洁 这些缺乏格局的证件 不只是缺乏格局 像有候选人提出 应该再新建垃圾缝化炉 还有说要大型土木 盖大型的水利发电工程 或说要发展高污染的石化产业 却还说能节能减碳 这些都被环保联盟点名 有可能造成环境二度伤害 其实也和环保的永续概念 背道而驰 但是我就要请教你 就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不管是在花莲 在云林 在彰化 环保好像永远是票房毒药 怎么会这样 明明是很多人支持 这个环保的政策 可是为什么永远没办法 反映在选票 以及候选人证件上 因为选举其实很多因素 那其实有一个反例 是澎湖 澎湖这一次民进党就很清楚 表态反独 那可是如果说前面没有公投 反独这边赢的话 民进党 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说 可是很清楚是说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清楚的民意 那他们在野党就一定会接 那就是说 其实像中科士奇 或书花糕或等等 这些议题从来没有被 好好的讨论过 所以民众到底 他没有选择的状况下 他就会变成政治人物 就会直接往开发这边走 但是我觉得其实人民 是很有创意的 你看这一次反乡投票 很多政党都在讲反乡投票 但是民众反乡投票 的谈法是不一样的 像花莲就说 我们要回去投投票 投什么票都可以 但是就不要让 那个官司参生的候选人当选 但是另外一个像彰化 彰化的环保联盟 我觉得你们这个说法 推说是投废票 就是不让那个官司 缠身的人当选 那其他两个人 也都是支持书花糕啊 所以没有用 你让其他两个当选是一样 所以是不一样的议题 不一样的议题 就是说他们会有 就是说其实 民众或是民间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比如说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 那个澎湖 那澎湖他们 说要反向回去投票 就不是在 不是特别谈现场的程座 而是谈现议员 因为现议员 没有一个人是反独的 所以只有一个候选人 是反独 只有你们那个候选人 对就是 就说要回去 也不要替自己拉票 我想请教一下敏鳳 很显然 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情形 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个通知性是越来越高 除了说 大家可以宣称说 他是所谓的极独 或是他是极统 那没有人会讲说 自己是极独或极统 除了说指控对方 在最高层次的国家认同 或者是国家未来的 这个层次议题上有所差别之外 在任何的议题 不管是环保经济什么什么 好像两个都一模一样 我想说 真的是这样子 国民党跟民进党 似乎变成是同知性 几乎90%以上的政党 这两个政党 每次一到选举就越来越像 然后选举之后 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整个 那一天有讨论到 所谓台湾民主的一个进程 为什么这种像这种环保 还有这种 不是只有追求发展 跟经济发展 这种议题之外的东西 可以不可能在这种选举头凸显 这是我们在选举20年 20年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 其实我们社会 已经摆脱到 看经济成长的数字 只看发展的一个 成不成功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有更高的公民治理 更高的公民社会的议题 还有环保东西的议题 可是为什么每次选举 到这个时候 尤其是地方线的选举 完全没有办法搬上台面 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 一个很大的 不能说退步 因为它恐怕就是没有进步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后 尤其是我们两党 在整个选举里头 就是不停 你可以发现他们 其实现在的一个国家认同 其实已经也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就说53%已经认同台湾人 它整个还是有在改变 可是我们到选举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来这种改变 所以说我们在 每次选举 我们不要说越选越退步 其实这个真的是 台湾如果说 只在未来的发展 又看到两岸 只看到经济 或是只看到 某些数字方面的层次的话 其实我们台湾整个社会 说实在是退步的 李老师那我就要请教你 如果刚刚我们这样子 谈了四十几分钟 大概就变成是说 的确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选举的时候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政党 候选人谈的政见 也几乎是一模一样 回到头来 就变成这种地方选举 大概不会去谈到什么 国家层次统独的议题 就是说你就算选了苏志芬 他还是要跑到中国 去推销云林的农产品 你就算选了吕国华 他还是要说 台湾租环 我们是独立的国家 所以似乎回到来说 跟亲疏远近最有关系 那个亲疏远近 似乎又是地方派系 我这次可以动算 还可以动算